结束了一个火热的比拼呢 进入到后中国梦之声时代的学员们呢 仍然没有闲下来啊 他们个个都叙事待发准备着大战拳脚 而第一战呢就是中国梦之声的全球巡演啊 大家从上海扬帆起航 演唱会对于学员们来说都是平生头一遭 不过相比较之前的比赛 这一晚大伙都是来玩的 今天当玩 今天今天是纯玩 今天比较放松 就是你不会去心里想说 我等一下哪个音要唱得很准 我哪边动作一定要坐到哪个位置 因为是比赛 今天很轻松 所以我觉得反而放得更开 首战巡演贝贝林彩星 亚历山大当下开场秀的重任 好 今天我很荣幸我是开场 那我觉得一开始呢 大家都气氛很好 大家都很嗨 不愧是上海的朋友你们厉害 你们赞 超棒 好久不见的李立宇 孙子佑 苏丁琪这些老朋友们也都回来了 除了孙子佑之外 其他学员几乎都选择用代表作 拉紧和观众之音的距离 许明明穿着华服唱着炸鸡 刘思涵 侯磊 阿莱等唱家们 也让所有观众第一次亲身感受到中国梦 梦之声 放选择用代表作 梦之声三强李翔翔 杨吉玛 爱飞 无疑是当晚的人气军团 在比赛时总紧张到游轮次对李翔翔 当晚初期的冷静 倒是女王范儿的爱飞不淡定了 印象当中如果我开演唱会的话 应该是特别的 就是紧张吧 但是今天我倒没有 第一次开戏其实还蛮紧张的 就表面上好像我都很嗨 但是其实还有点紧张 其实我今天 因为我们准备的比较那个仓促嘛 所以有可能很多 记歌词可能都不一定会很熟 但是我今天很圆满把它记下来了 舞台上学员们一个个语意见风 而梦之声带给他们的 不只是一个难忘的夏天 更带给他们一片更广阔的天地 就在忙着准备要筹备我自己的EP 先接到机场商店 然后赚点钱以后去学习 马上十一号有一部商业的电影配音 这个随缘吧 因为毕竟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主持人 叫何大为 在他面前我怎么敢说 我回去主持 David如果一旦出现的话 我真的会腿发软 这个是 我现在cue你了David 哇哇 腿好软 天下娱乐邻居 来 假 新闻再见 上海采访报道